明天的評價 3號 5號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幸福嗎 幸福嗎 幸福 很喜樂 幸福嗎 喜樂嗎 喜樂 幸福裡面就包括喜樂 Amen 我們今天要會前祷告 有很多人觉得说会前祷告就是静坐在那里 我觉得说会前祷告应该 就是把我们的灵能够提升起来 静坐有的时候在那边静坐静坐就会睡着了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公道的时候 我们就会带来给教会带来一些祝福 我们自己蒙福 我们就要把这个得到的蒙福 我们要祝福每一个人 在台上的祷告是很重要的 会众一起祷告是很重要的 会复兴我们的教会 会兴起每个人的生命 Amen 那我们的小组茶经 最后八月的最后两个礼拜的茶经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吗 耶稣说了七个我是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做主门徒 带主门徒 那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里面也讲 他说要我们出去 这个宣教要带人做主的门徒 那我们要先知道主的属性是什么 谁是主耶稣的属性是什么 他说了七个我是什么 那我们去带人信主的时候 人家会问为什么要信主 那我们就要宣告神的属性 我们做主门徒的人要先知道神的属性 主耶稣是谁 他说了哪些话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七句 这个神的属性 他说了七句我是 好 我们一起来宣读神的属性 让我们这些做门徒的先知道神的属性 好 我们一起来说 当我们这一生跟随主的道路上 一定会有风风雨雨 一定不是完全的那样的顺利 当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 当我们绝望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神的属性 这七个属性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 来宣告祂的名 Amen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大声的来宣告神的名 我们一起用神的名来祷告 Amen 好 大家同声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啊 主啊 我们感谢祢赞美祢 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来宣称祢的名 主啊 祢说祢就是那个生命的良 主啊 祢说祢就是那个好的牧人 主啊 我们相信 不只是我们头脑上相信 主啊 我们心里完全的信靠祢 主啊 主啊 让我们知道祢就是那个道路 真正的生命 感谢祢赞美祢的主啊 主啊 谢谢祢今天早上让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来宣称祢的名 来传扬祢的名 主啊 祢说祢是生命的良 是的 主 当我们失去 当我们缺少那个智慧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饥饿的时候 主啊 我们渴的时候 我们就是来到祢的面前 来寻求祢 主啊 因为祢会用祢的话语来喂养我们 滋润我们 使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 主啊 我们就今天早上就宣告 祢是我生命的良 我可以得到满足 阿们 主 祢是世界的光 这个世界何等的需要祢 这个黑暗的世界 主啊 若是没有祢将是何等的黑暗 祢的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主啊 求祢的光能够进入到每一个信徒的里面 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中 还有哪些是隐藏的 主啊 祢也将祢的光照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让人得着盼望 得着生命 阿们 主啊 我们也感谢祢因为祢是羊的门 当我们通过祢进去的时候 祢我们就可以有那永恒的生命 而且祢还允许我们说我们出入有草吃 我们可以因为认识祢 我们就可以有那个美好的生命 阿们 主啊 祢说祢是好牧人 主啊 祢为羊舍命 主啊 祢亲自为我们担当了罪过 舍了祢自己的生命 换回了我们丰盛的生命 主啊 我们真的是要来感谢祢 并且来跟随祢 阿们 主 祢说祢是复活 祢是生命 在祢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 我们是 而且是永远的盼望 祢就是复活 祢就是生命 阿们 是的 阿爸父神 祢是永远的盼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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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谢谢祢 主啊 谢谢祢 祢的话语永不落空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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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祢我们的生命都连结于祢 就好像葡萄树的枝子连在葡萄树一样 主 我们知道离了祢 我们不能做什么 离了祢 我们所做的都没有意义 主啊 我们愿意真的每天与祢来连结 因为唯有祢是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 阿们 是的 主啊 这个世界上有时候给我们一些谎言 好像说有很多相对的东西 但主要我们知道 唯有祢是那个唯一的真理 是那个唯一的道路 只有通过祢 我们才能够到父神那里去 主要让我们真正都是来紧紧地抓住祢 不必这个世界引诱 不必这个世界来那个谎言所欺骗 我们单单地认定祢 要与祢同在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们要与祢同在 我们要连结于祢 因为祢是真葡萄树 让我们真的连结于祢 而且我们能够吸取祢的养分 能够多结果子 成为那个好的枝子 而且我们也要学习祢的柔软谦卑 真的祢的信心都要做在我们的生命中 阿们 是的 主啊 让我们下屠羚羊堂的 每位弟兄姐妹 都能够与祢有那个葡萄树与 之子的关系 让我们常常地住在祢的里面 祢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祢就把那个话语赐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按照 按照祢的真理而行 按照祢的道路而行 主啊 祢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 祢也是我们教会的好牧人 主啊 使我们教会里面 教会不至缺乏 主啊 祢给我们的都是最美好的 只要我们专心跟随祢 祢就喜悦我们 祢就成就 祢要在我们教会所成就的事情 主啊 我们感谢祢赞美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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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听准备 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二段的经文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关于活水的江河 记载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 好 我们先来念一下 来 节悉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说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 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Amen 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常常的念 常常的读 我们也大概懂得一点意思 就是圣灵充满的时候 会有些事情的发生 那这次我自己又重新去读 这里我就看了一个典故 当耶稣讲到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他其实是在想到 当年摩西在旷野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那个磐石出水 就让我想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耶稣的确是这样 来引用这个典故的话 那我们每一位信徒 当我们圣灵内住以后 我们的腹中是要流出 这个活水的江河来 有没有想到过这件事情 这个活水的江河是要来怎么样 来让人解渴的 要让人能够不再渴 让有需要的人 能够从我们这里 每一位信徒有圣灵 在我们身上每一位信徒里面 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滋润 你们有没有想过 耶稣的这句话 其实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 我们都知道我们领受了圣灵 但是我们有没有成为 那个能够滋润 别人的一个活水的江河 所以弟兄妹 我真的 这次我有特别看到 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觉得 作为一位信徒 作为主的门徒 真的我们要 让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 动工 通过神的话语 我们能够来影响 周围的人 特别是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自己要在灵里 要与主连接的 因为这个磐石出水 不是这个磐石有水 而是它跟那个全员 连接在一起 从那个磐石流出去 所以盼望我们的生命 真的要成为那样的一个 一个全员的出口 让我们周围的人 能够得着神的丰盛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自己来祷告 让我们的生命 是一个能够流出 活水江河的一个生命 哈利路亚 是的 主 主 我们来感谢祢 谢谢祢 祿好让我们能够成为 祢这个活水的出口 因为圣灵进驻在 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主 让我们能够 能够承接这样的一个使命 一个挑战 让我们能够在 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被圣灵来充满 让神的丰富的生命 能够从我们这里流露出去 哈利路亚 我们来感谢祢 祢 阿利路亚 主 我们是有福的 因为主耶稣升天的时候 就把圣灵赐下给我们 好让我们能够从腹中 流出那个活水的江河 让人能够得着滋润 得着宝足 哈利路亚 主 好让我们能够真的 来够承接这样的一个使命 让我们天天被圣灵来充满 让我们的生命 是能够展现出神的荣耀来 Amen Amen 是的 主啊 我们都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 内住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 能够被圣灵引导的人 主啊 当我们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是按照你的旨意去行 主啊 让我们渴了 饿了就要来到你的面前 来支取你的灵粮 来支取你那个活水 主啊 让我们腹中 也能够流出那个活水来 主啊 能够做出你的门徒来 Amen Amen 是的 主啊 我们孩子们在这里说 我们愿意 我们知道你是活水的源头 我们愿意成为那个器皿 那你的活水的江河 透过我们能够涌流出去 Amen 主啊 我们说我们真的渴了 我们要来连结于你 我们要来到那个活水的泉源 来欢然取水 主啊 来到你这里的 我们必定不渴 主啊 我们必要得到那生命的泉源 Amen Amen 是的 你就是那个活水的源头 活水的泉源在于你 我们只要来到你的面前 主耶稣天天来跟你来连结 从你那里得着你自己的话语 得着你那个活水的源头 我们可以来 在我们的腹中 我们可以拥留 你自己的生命 阿们 主要吧 父神 孩子也想说 你的孩子也渴了 求主耶稣基督 你把你活水的江河赐给我们 让我们口渴的时候 第一想到的就是 向你祷告 祈求 让你来做主掌王权 让我们心里流出的 腹中所流出的 都是你活水的江河 阿们 阿们 好 弟兄妹 我们一起来起立 来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正在让我们领受圣灵之后 不是仅仅停留在那里 而是让我们的里面 生命里面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 这是耶稣定义 要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 我们只要与祂这个生命的全员 连接在一起 我们的生命 必会流出这活水的江河 因为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需要耶稣 我们需要圣灵 这个世界也需要活水的江河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圣灵我们欢迎祢 祂让我们再次的进入到我们的里面 再次的来充满我们 将我们刚出的生命 能够重新的滋润 祂要被滋润 而是要向活性的江河 在我们的里面来涌流出来 祂让我们的世界 祂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滋润 祂让我们能够通信 而是万人得救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再一次的来宣告 祂是我们的 祂是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 谢谢祢的赞美 谢谢 谢谢 谢谢